你好星期六迪丽热巴吃成了餐暑,在好六街美食店嘴都没停过。 在炎炎夏日的周末,你好星期六的舞台上迎来了一位特别的嘉宾迪丽热巴。 在最近的节目中,热巴参观了好六街的六口水美食店,这也是他一直向往的地方。 在这七七夕特别企划中,热巴不仅展示了他的吃货本色,还与观众分享了他的美食心得。 为大家带来了一场难忘的美食之旅。 一进入六口水美食店,热巴就被各种美食所吸引。 他一边欣赏着店内的装饰和摆设,一边品尝着新疆特色美食,时不时地发出赞叹的声音。 在品尝过程中,热巴还不忘向大家介绍每种美食的独特之处,让观众们也感受到了新疆美食的魅力。 热巴的表现引起了观众们的注意。 他的吃香十分可爱,嘴巴一刻也没停过,就像一只可爱的小仓鼠。 观众们纷纷表示,看到热巴吃得这么开心,自己也忍不住想去尝一尝那些美食。 除了展示吃货本色,热巴在节目中还展现了自己的专业素养。 在录制节目时,他始终保持专注,与主持人和嘉宾愉快地交流。 在品尝美食的过程中,热巴不仅吃得津津有味,还用心体会每道菜品的独特口感和味道,并向大家分享了自己的心得。 这期你好星期六的节目播出后,网友们纷纷对热巴的表现发表了评论。 有人称赞热巴的吃香可爱,表示看着它就让人心情愉悦,也有人表示,通过这期节目,自己对新疆美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,想去尝试一下那些美味佳肴。 总的来说,这期你好星期六的节目让观众们看到了迪丽热巴的另一面吃货。 它的可爱形象和用心分享的美食心得,让这期节目成为了一部值得回味的美食之旅。 同时,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新疆美食的独特魅力,进一步推动了不同地域文化的交流与融合。 在这个七夕节特别企划中,迪丽热巴用她的真诚和热情打动了观众们的心,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别样的浪漫体验。 2.迪丽热巴夏天穿卫衣套装合适吗?不仅休闲时尚,还潮流十足。 随着夏天的到来,人们开始寻找适合这个季节的服装款式。 当谈到夏季时尚的选择,卫衣套装可能不是第一个想到的选择。 然而,最近迪丽热巴身穿卫衣套装的照片在社交媒体上引起了轰动,让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这一时尚趋势。 那么,迪丽热巴夏天穿卫衣套装合适吗?让我们来探讨一下。 卫衣套装给人一种休闲时尚的感觉。 夏天是一个放松的季节,人们更倾向于选择舒适、轻松的服装。 卫衣套装不仅提供了舒适度,还展现出时尚品味。 穿上一套合身的卫衣套装,你可以立刻感受到自由自在的感觉,同时还能展示你对时尚的敏锐度。 卫衣套装在潮流上也有着巨大的吸引力。 如今,卫衣已经成为时尚界的宠儿。 从高阶到红毯,你都能看到明星们穿着卫衣的身影。 而迪丽热巴作为时尚界的代表,选择卫衣套装确实展示了她对潮流的敏感度。 她的穿搭总是引领潮流的风向标,而卫衣套装正是其中的典范。 然而,我们也不能忽视卫衣套装在夏天的一些不足之处。 夏天是一个高温的季节,穿着长袖卫衣可能会让人感到不适。 特别是在大热的天气里,长袖卫衣的保暖效果可能带来些许不便。 不过,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在夏天穿卫衣套装。 相反,我们可以选择保款的卫衣套装,以便适应夏季的高温。 另外,正确的搭配也是关键。 如果你选择迪利热巴那样的卫衣套装,你可以尝试搭配一双舒适的运动鞋或休闲凉鞋。 这样既能保持整体舒适度,又能展示出时尚感。 同时,你还可以加入一些饰品,如帽子、墨镜或手链,以提升整体造型。 总结一下,迪利热巴夏天穿卫衣套装既休闲时尚又潮流十足。 卫衣套装能够给你舒适的穿着体验,同时还能展示出你对时尚的品位。 尽管夏天的高温可能会给穿着卫衣套装带来一些不适, 但通过选择保款的卫衣套装并正确搭配,你仍然可以在夏季展现出你的时尚态度。 无论你是追随潮流还是寻找舒适度,卫衣套装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 因此,迪利热巴夏天穿卫衣套装绝对是合适的,不仅休闲时尚,还充满潮流感。 如果你正在寻找夏季的时尚选择,不妨考虑一下卫衣套装。 它将带给你舒适度和时尚品位的完美结合。 尽管夏季的炎热可能会带来些许不变,但这并不能阻挡我们对时尚的追求。 让我们随着迪利热巴的脚步,穿上卫衣套装,展示出我们的个性和时尚态度吧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